看看 这个小茶叶棍 小盖棍 这个是个人物的 画的英细的 英细图 一个小盖棍 写的是什么 大清同质年质 看看这个彩 看看这个口 这个就是现在的黄皮 彩的是化学厂 右面的标凉 这个口 东西 都是一个做旧 价格应该贵不了 这一对多少钱啊 这一对多少钱 这一对啊 六百块钱 大清同质年质的英细粉彩图 一对六百 哎呀这冬瓜罐 这没盖啊这个 这多少钱啊 没盖 这个一千五一对 一千五一对 这是八十年代的东西 年头不长 年头不对 年头不是那个年头 有什么说什么 是 没盖 这个汤 这个汤 有一部分老东西 嗯 这个五福捧瘦的一个盘子 啊 嗯 有腰毡 看吗 嗯 但是呢 这个盘子并不老 大家可以看这个胎底 这个胎底呢 就不很干了 现在 黄皮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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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什么 这个盘子怎么卖啊 嗯 四百五 五福捧瘦 嗯 四百五 五福捧瘦 嗯 价格呢 要是一个真品的话 这个价格呢肯定要远远够 都是 大阳比我 的 筵違 有一个 我捧个烧骨的 然后一个 盘子 嗯 这盘怎么卖了 啊 这个怎么卖 三百五 三百五 都 我 我就 这个盘子还是一个老的 之前看的那个倒是不老 这个是个老的 你给它穿上袜子是吧 用光台底看出来 这可惜残了 行了,逛了一圈,用了一个小时 然后买了一个斗青柚的小杯盏 还是有点收获的 这个地摊上灌了一个多小时 没什么收获 就买了这么一个青带的斗青柚的 这么一个盏 这个盏应该是青带中期的 大家可以看这个台底非常的细度 而且带着淡淡的牙黄色 长的口径也比较好 是7.3 这个买回来喝茶挺不错的 这个大家看这个 它这个时代工业里面会有这些小黑点 这个是柴要烧制的一个典型的特征 这个应该是也不影响什么喝茶的使用 还是非常不错一个倒带的东西 也是感谢大家的收看 大家如果喜欢老婆哥的视频 多多关注点赞 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